在人生的道路上,一个人总会有老去的一天,当你的人生过去大半,你的归宿在哪里,你最终依靠的人又会是谁呢?是相依为命的伴侣,还是找到挚爱的子女呢? 李白曾言,光景不待人,须于发成丝,时光转瞬即逝,眨眼已到人生下半场。人这一生,前辈子总是为他人而活,现在正是真正人生的开始。 人到五十,明白了什么是天命,什么是不能随心所欲,整个人变得平和,懂得了一切顺其自然,五十岁以后想要安堵晚年,最好的依靠正是以下这三个人。 一,最好的依靠是自己。常言道,靠山山会倒,靠人人会跑。人到五十岁,最好的靠山是自己。 很多人认为后半生便可以坐享轻浮,其实无论年龄多大,无论辈分多高,风雨中真正能撑散的人只有自己。 有这样一则故事,一个人去寺庙祈祷,发现观音正在拜自己,他很是不解编问道,您为何要拜自己呢? 观音回答,我也遇到了难事,但我明白求人不如求己,正所谓万般皆苦,唯有自度。 人到晚年,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 若是世事都想着依靠他人,就会将生活的重心交托给他人。 只使自己陷入被动之中。 世间万物皆有难处,无人能帮助自己,即使是神灵也无法做到,唯有自己才能帮到自己,唯有自己才能解救自己。 人生真正贵人的名字叫做自己,世上最好命的人,正是靠自己的人。 人或一世,无需艳险他人,想要的东西,拼尽全力去争取。 不依靠别人,不指望亲人,确定好目标,为之不懈努力地走下去。 路途虽艰险,但让你遍体鳞伤的地方,也成了你最坚强之处。 没有散的孩子,需努力奔跑。 生活虽坎坷,我们用笑脸回应,生命虽曲折,我们用温暖相拥。 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物,只有自己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回报,只有自己种下耕耘才能得到收获。 人世间最幸福的是,莫过于靠自己的双手迎娶想要的人生。 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天下才是最美的,靠自己获得的一切才是最珍贵的。 余生无需仰望他人,自己便是最靓丽的风景。 除此之外,50岁正是家中顶梁柱,除了照顾上有老,下有小,更要照顾好自己。 不要因繁琐小事而累坏自己,照顾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,才能继续扛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。 在这个年龄段,除了要在经济上独立,还要在精神上独立。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保持心态年轻,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 无论是旅行,阅读,健身,还是与朋友交流,都能让生活充实而有意义。 二,最美的陪伴是老伴。 有人说,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 50岁以后,在这个世界上,能陪你最久的人不是父母,不是孩子,而是老伴。 父母终究会离你而去,孩子会成家立业,能在你身边不离不弃的正是老伴。 曾经有着一对抗力情深的老夫妻,他们彼此不离不弃,互相陪伴。 两人结婚后,生活十分和睦,家庭幸福。 然而,有一年老奶奶不幸得了老年痴呆症,老爷爷悉心照顾,并且手把手地教老伴淡电子琴来缓解病情。 常言道,少年夫妻老来伴,年龄越大,越会发现老伴的重要性。 特别是到晚年,彼此相依为命,互相照顾。 这种陪伴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。 老伴是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 之前,看过一对百岁老人夫妻的爱情故事,照片中的他们幸福地微笑着,他们肩顶肩地坐在一起,看着镜头的眼神似乎眺望着更远的未来。 他们衣着朴实,脸上爬满了皱纹,但透出的气息却是那么的帅气和漂亮。 或许是我眼拙,总是不能相信他们是一对百岁的老人。 然而,事实就是事实。 报道说,妻子已经106岁,丈夫已经109岁,现住在洛杉矶,婚龄87年。 当记者问起丈夫,你们为何还是如此安爱? 丈夫说了一句很平凡,却又让人觉得爱意无限的话语。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天都让她笑,和我在一起的每天,我都想听到她的笑声。 所以每一天,我都在琢磨怎么让她笑得更美。 妻子面对这个问题回答说,我只想让她每一天吃得健康,吃得快乐。 就到今天,我也是每天自己出去挑选新鲜的蔬菜水果,买回来自己做给她吃。 简单而加长的两句话,我们听到的却是幸福。 在进入婚姻的殿堂之后,也是两个人彼此相信,珍惜,忠诚的开始。 你相信我,我陪伴你,然后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 即使隔断了朝夕相处的陪伴,隔不断绵绵长长的思念。 因为心中惦念的那个人,不需你多言,他自会懂得。 异地炼出了信念中的坚持,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考验。 人因为在意而陪伴,因为陪伴而珍惜。 晚年后,学会珍惜身边的人,因为老伴才是能陪你到老的人。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,老伴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,更是精神上的支柱。 他是你在疲惫时的依靠,是你在迷茫时的指引,是你在困苦时的安慰。 没有他的日子,生活似乎失去了色彩。 有了他的日子,即使风雨交加,也能微笑面对。 生活中的琐碎小事,或许曾经让你们争吵,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,组成了你们共同的记忆。 两人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,让你们更加了解彼此,更加珍惜对方。 每天的平凡日子里,你们相互扶持,相互照顾,彼此成为对方最坚强的后盾。 无论前路多么崎岖,有他在身边,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艰难。 他是你一生的财富,是你晚年生活中最温暖的阳光。 三,最大的福气是儿女。 人这一辈子,最大的福气是养出孝顺的孩子。 孩子这盏温暖的灯,足以照亮今后的人生。 孩子是我们每个人最甜蜜的负担,想想便不觉得孤单。 常言道,儿孙自有儿孙福。 人到晚年,无需为儿女过度操心,也不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儿女身上。 虽说养儿防老,但真正的靠山终究还是自己。 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,不要指望他们养老,要感激他们,给自己人生带来的美满和幸福。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希尔维亚曾说, 这个世界上,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,只有一种是以分离为目的,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。 现在多数父母都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。 他们借鉴各种教育方法,引导孩子建立独立意识,督促孩子努力学习,给孩子抱各种兴趣班,提升孩子的独立能力。 渐渐地,孩子们不再依赖父母,可父母反倒对孩子的依赖越来越深。 他们所有的行为举止,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建立在孩子身上。 这种对孩子没有节制的依赖,外表是一种无私的爱,实则是一份深埋于心底的痛。 儿女过得好,便是父母最大的安慰和福气。 终有一日,孩子会离开父母独自生活。 如果父母把孩子看作生活的唯一动力,那么当孩子远去时,父母就会失去对生活的热情,活得孤独又悲凉。 在追求孩子独立的过程中,父母也要学会自我独立。 不要过度依赖孩子,要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兴趣爱好。 这样才能在孩子离开时,不会感到失落和孤独。 父母可以通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,结交新朋友,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来丰富自己的生活。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生活的乐趣,还可以为孩子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。 有一对退休的夫妇,他们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,平时难得见面。 但这对夫妇并没有因此感到孤独。 他们每天坚持锻炼身体,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,还经常旅游。 他们不仅生活的充实,还通过网络与儿女保持联系,分享他们的生活点滴。 每当节假日,儿女们回家时,他们会准备丰盛的饭菜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 这对夫妇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即使儿女不在身边,父母也可以过得幸福快乐。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,儿女的陪伴和孝顺是父母最大的福气。 但父母也要学会在儿女不在身边时,自我调节,找到生活的乐趣。 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,也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,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人的一生有三种依靠,方能安详余生,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我们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下方留言。 我们下支个视频,如同一言。 我 door another display。 我们下支 tamp组诧别人。 我们下方留言。 我们收іш这说话的问题。 如果你是 rude和啊的彼此 AD韭 where? 他们能快点不是变利的东西。 fences 年轻鼓 upwards的手。 让يعder ad我说言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